9. 星島日報 賣澳方赤租40-120元年所飲食集團進駐烤寬藏 B.榮 分四期發展 2015年7月22日星島地產C.04 蝦蒙 J.角咀從建項目基座商場名名賣澳方 分作四期發展 將提供零售樓面約20萬方赤 其中第一期提供約19個鋪位 赤租約40-120元 並初步獲一批連鎖飲食集團落實進駐 出價接近集團叫租價 蝦蒂合部總經理薛伯榮表示 旗下大角咀零售商業項目賣澳方共分四期發展 總面積約20萬方赤 合共擁有60個鋪位 其中第一及二期投資額約2億5千萬元 目標租客為飲食、家品、美容健身等為主的行業 提供20萬呎樓面他俗說 該項目第一期已開始招租 涉及面積42千方呎 提供約19個鋪位 租金參考同區的商鋪租金 赤租約40元至120元 已初步獲得一批連鎖飲食集團落實進駐 出價接近集團叫租價 該批鋪位將於2017年上半年推出 敲製由閉廊前 於大角咀區內進行大規模收購舊樓 範圍包括利得街、複雜街及各場街等 儘管區內現時刑事舊樓衝擊 為除旅客契X下收購搭入修成期 區內將變天 閉白榮則表示 該批舊樓將作重建 合共涉及四個項目 商場設於基座 貫穿多個物業 商場第一期將於2017年中落成 第二期則將於2018年落成 由於第三及四期尚未批則 因此 落成入期暫時無法預計 商舖面積一百餘呎其他族表示 至於該批商舖面積由一百餘方尺至數千方尺均有 視乎租客需求 部分租客有需要可租幾間相連鋪位 將支打通成為大鋪位 集團已定租今時參考同區 不會一開始就定高水平 第八榮又指 該商場目標租戶以連所飲食集團及本地品牌為主 同時 他們希望吸引部分國際品牌進駐 大角咀連接西九龍 區內聚集商場如澳海城 商場多不代表有競爭大 事實上 多個商場更能發揮雙負雙城作用 令區內吸引更多人流 他又強調 因此做大市場割餅 由於區內擁有大型雙下包括中銀及作嚴中 除 A 閉事說 如了約有一萬五千人於此工作 人流聚集 方且 烤水 在區內打造行人方便舒適理想生活圈 將行人小巷美化 將商場間互相貫通 第二毛 大幅 借過 水 水 水